上班族容易变胖 是因为我们长期坐在椅子上 没有走动才会导致我们的身体难以消化多余的热量 在下班之后呢 如果我们没有到健身房去健身 或者是到公园跑跑步 这样的话呢 多余的脂肪会留在我们的体内 导致到我们会有肥胖的问题 而且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呢 最容易就是遇到加班忙碌 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呢 我们的肚子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假饿的情况 然后我们的肚子就会不知不觉 因此过多的热量 这样就会造成我们肥胖的问题 而且上班族都有一个坏习惯 无论是在桌上还是在虫皮里 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垃圾零食 是不是 而且你们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皮神 或者是你们的肚子稍微有一点点的打骨 你们就拿那些零食来往嘴里塞 可是你们不知道这些数量的垃圾零食 含有加工酸素糖分 盐分 油脂 这些都是造成我们肥胖的问题 今天我要推荐给所有的上班族 就是这一把PEB 它含有80几点的油卡路里 一包小小包 你吃完的话 你可以耐久 3-4个小时 都不会觉得饿 它本身是阻挡高蛋白质 如果你没有什么时间吃东西的话 或者是嘴船的时候 都可以吃一包 如果你要提升你的浇化系统 或者是促进你的精神代谢 就可以选择这一包 蜜蜜 重点是 抹饱牙 也可以吃哦 听到喊那个酥脆的声音呢 要下单的话 快点来找我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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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